同学们大家好 站在这里的话 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样非常非常的激动 因为24年前 我也是跟大家一样 带着这个小板凳 坐在小操场 参加毕业庆典的 所以呢 我特别特别能理解大家的心情 我相信 大家参加毕业典礼 即将迎来人生新的真诚 一定是有一点点紧张 有一点点迷茫 但是更多的是激动 是兴奋 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所以 在如此重要的时刻 我能跟大家讲点什么呢 昨天我想了一晚上 也没怎么睡好觉啊 我就在想 我比大家年长24岁 早24届 作为一个学长 面对这么多学弟学妹 即将开始人生真诚的关键时刻 我能讲点什么呢 说实话 千言万语啊 真的不知道从哪里讲起 而且 讲太多 是不是能让大家真的有帮助 这是我昨天晚上觉得压力巨大的地方 我后来想了 我后来想了想了 我说这样 我们呢 只讲两点 我觉得第一点是什么呢 要永远相信梦想的力量 为什么在这里谈梦想啊 这是因为我回顾了我过去走过的日子 我觉得在我的人生中 我最难忘的就是武汉大学 我最难忘的就是武汉大学 因为武汉大学在我的人生历程中 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那还是我18岁的时候上大学一年级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 我在我们图书馆里看了一本书 这本书真的对我的人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那本书的名字 我还非常清楚的记得 叫硅谷之火 那本书大概两块一毛四 这个 那本书呢 那是1987年啊 那本书讲述的是 乔布斯这些硅谷的创业英雄 在硅谷创业的故事 我记得看了那本书之后 我的内心就像有熊熊火焰在暗烧 这个激动的好几个晚上没睡好觉 接着呢 我就是在旁边的这个体育场 走了一遍又一遍 很难让我的心情平静下来 就是在五大操场 一遍一遍的走的过程之中 我奠定了人生的梦想 我说 我一定得干点惊天动地的事情 这个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说我一定要做一个伟大的人 当然 建立这个梦想是很容易的 我相信每个同学 都有很伟大的梦想 但是有这样的梦想以后 你是不是去实践 所以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呢 我说 咱光有梦想不行 咱得脚踏实地的 真的认真的做几件不一样的事情 这个 我呢 给我盯的第一个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两年修完大学所有课程 这就是 这也是很感谢武汉大学学分制 所以呢 我给我盯的第一个目标呢 就是两年修完所有课程 这个我真的从那天开始 修了两倍的学分 我记得呢 我去年参加五大校董会的时候 这个 大家还在那个屏幕上 显示了我当年的那个学分卡 这个 当我有这样的梦想以后呢 我就真的去试了 我发现其实也不难 至少我觉得我们当年的计算机学院呢 两年你是足以学完学所有课程的 当然 在大学里面 我还给自己定了第二个目标 第三个目标 最后我都一一达成了 我在想 在那个年代 绝对不是我比别人更聪明 更勤奋 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 是我比他们更早的奠定了人生的梦想 并且付出了实践 这就是我给大家的第一个建议 就是永远相信梦想的力量 今天大家走上人生的真诚 尽早的确定自己的目标 并且尽早的 并且尽早的去付出行动 我觉得这是成功的开始 第二个建议的话呢 第二个建议的话呢 就是 永远要相信 坚持梦想的力量 我觉得有了梦想容易 这个付出行动也容易 但是坚持梦想很难 坚持梦想很难 你今天能坚持 五年后你还能坚持吗 十年后你能坚持吗 二十年后你能坚持吗 刚才 这个 主持人练了一下我们 我办小米的成绩啊 我想小米呢 我就不展开介绍了 这个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 是什么力量 我创办了小米公司 小米呢 是五年前创办的 五年前创办的 发布手机呢 是三年半前 这个小米 仅仅是用了两年半时间 就在全球最竞争 竞争最激烈的行业 在全球竞争最激烈的市场 只用了满两年半时间 前面有苹果三星 后面有华为联想 只用了两年半 干到中国市场第一 全球第五 这个成绩 这个成绩 真的能赛上 全球商业史上的奇迹 这个 那么这个奇迹的背后 是什么呢 这个背后是 我就稍微讲的长一点啊 我参与创办的第一家公司呢 是金山软件 我觉得金山软件呢 说实话 那个行业竞争也很不容易 这个 所以做到2007年 金山上市之后呢 这个我也 我也退休了 这个我也应该实现了一个 很多人在座很多人的梦想啊 说三十几岁就退休了 这个上市了一家公司 卖了一家公司 投资了几十家公司 所以退休以后呢 我主要的工作就是投资 其实人生也算非常的圆满 是哪一个动力 使我愿意再创业 我觉得你们今天可能对创业 充满了非常多的好奇 充满了非常多的羡慕 而且我也相信在座的 同学们你 未来也一定会再出伟大的企业家 在这个时刻呢 我想跟大家多说一句 这个创业绝对不是人干的活 是阿猫阿狗干的活 如果你没有钢铁般的意志 你是绝对干不了的 我觉得创业并不好玩 所以在今天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时代啊 我提醒一下大家 我觉得一定要 如果你真的要创业的话 要做好准备 我自己参与了金山软店的创办 我深知创业的艰难 那是什么勇气 按我退休以后再创业 是在我快四十岁的时候 有天晚上 做梦醒来 觉得自己呢 觉得自己好像离自己的梦想 渐行渐远 渐行渐远 我就问我自己 我还有没有勇气 再来一回 其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我真的想了半年多时间 才下定决心 不管这一次创业成与败 我不能让我的人生充满了遗憾 我一定要去试一下 我能不能办一家世界级的技术公司 办一家世界级的 让全造福全 造福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的事情 所以呢 我就下了决心干这件事情 但是在下这个决心以后呢 我自己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顾虑 为什么呢 因为假如干砸了的话 好像晚节不保 所以在当时呢 我说服自己呢 我说 我们在刚开始的这一两年时间里 要极其低调 高度保密 脚踏实力 直到把产品干得差不多了 我们再站出来讲 我觉得这样成算会大一点 我就是用各种方法克服了 我对再次创业的恐惧 我对再次创业失败之后的更大的恐惧 然后创办了小米 所以今天呢 我站在这里啊 我想跟大家说 我相信在座的每个人都有梦想 我相信你们为梦想都有 都付出了行动 但是我要问的是 五年后 五年后 十年后 二十年后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后 你们还有没有坚持梦想的勇气 决心 而且相不相信坚持梦想的力量 这就是此时此刻 我给大家的两条建议 最后呢 大家马上就要毕业了啊 祝福大家 前程式井 事业成功 万事顺利 但是我更要祝福大家的 其实只有一条 开开心心就好 谢谢大家